詞曲 klass Russian of Keith 請教師傅,在上次心意的幕後 我有跟智夫行議說 有況我目前工作的 遇到一些狀況 那其實當初這個問題不在我原本安排 就是想要請你師父的問題 那那時候聽到不愛老師說難得下來的時候 才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冒出這樣的問題 那當時候那個時間感覺是很長的感覺 我好像在腦中有運作一些時間 但是後來腦中在聽錄音的時候 一聽到不愛老師講難得下來 好像馬上就出了這個問題 想請教師父說 他這個問題出來的那個背後的那個誤會的理路是什麼 理路啊 理路就是你有這個檔案啊 對啊 然後機緣很重要 所以佛要講因緣生嘛 你比如說你剛提到一個重點 我不要老師講 假如他這樣的一個狀態 相對於你原來有這些檔案需求 我們這樣講感的一個因子來講 那個就叫做緣嘛 所以這個緣觸發到那一個陰對不對 那個你自己的狀態叫做陰嘛 別人的狀態相對你來講叫做緣嘛 這兩個觸及在一起 就產生了你後面的這些動作嘛 連帶動作 他就不離這些因緣過的一路嘛 懂意思嗎 那不要說這一段 你們平常說在自己 生活上設定的那些想要去 理解請教的這些問題 那也都是這個離路啊 只是你觸及到的遠的 時空音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意思說你在生活上如果都沒有 任何的 生命運作 是一種所謂的停滯等 你的生命是被冰凍起來 像那種感覺 就冷凍在那邊 你也不會想要去尋求什麼解答 對不對 必然是你的生命的運作 有又遇到了什麼 對什麼人事物 讓你們會講讓你體會到什麼 一個什麼 然後這個什麼 可能就是一種疑惑 你想要去把這個疑惑 做一個理解 理清解決等等等 這個方向 那你在付諸於行動 對不對 那就他就達成 於你們所謂行為模式上的一個 去請教一個問題的這樣 來的結果嘛 這理路都是一樣 只是時空音源點不一樣 這可以明白嗎 所以佛教講 諸法音源生 諸法音源滅 那你看 那請教完了 假設 這一個音源 這一個業源 隨著這個遠離起 用的這個疑惑的運作 得到一種了結 對不對 在隨著這個遠得到一種了解 了解之後 你把它了解的 是不是就又沒了 就富貴於你 就又沒沒這件事情 所以是不是之後 就出發音源滅了 對啊 可以理解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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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